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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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喜欢大空间的人的菜 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七人座的刚需 那你当然只能选七人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 就是喜欢户外活动 露营的话 我告诉你五人座绝对是首选 而且五人座你还赚到了 怎么说 因为它是客户车 客户车我们知道后面有一根杆子 对不对 客户车可以省10%的税 就是在车厂部分 它可以省10% 所以它成本可以降低 但是反映在消费者上面就是车价 车价 直接给你省9万 开不开心 很开心 口袋上面的压力就变少了 对 那9万块 那9万块来来买露营装备 可可以买很多 可以买很多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你这部车刚才你有示范过 如果你要车速的话 你就是前座往后倒 其实你直接可以睡车上 没错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另外一个玩法 对 你看 刚才我们是说这个车价已经省9万 对 9万我可以来买一个很棒的套件 叫做露营专用的这台车 专属的露营套件 从侧门看到的是 它也是座椅是以被往前倾倒 对 它往前倒而已 往前倒是不是更容易操作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折叠的金属床 当然你如果要睡觉的话 你还可以 对 它这边它是一个折叠的方式 对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平常如果你不想变床 你就把几个这样折叠 它折起来就会在后座的后方 就在这里 了解 你看其实后面这是一个柜子 对 它可以完全折上去 是 对 好 那这个 我们再把它扑回去 对对对 把它当成是一张床 对 OK 好 那我们来看 真正的精华在后面 哇 天哪 这个是百宝箱吗 对 所以这个 而且这个好处是 你只是装上去而已 你根本不用动到车体 完全不用变更 所以你如果验车的话 你甚至于不用把它取下来 因为我只是东西放在车上 而且刚刚我们说过 它就是第二排 它就是把它折回来 对 床板折回来之后 然后把第二排的椅背 把它立起来就可以 对 就完全恢复 我有那个强迫症 我一定要把它 你一定要把它看着 对 我要让它平整一下 装得美美的 然后我们来告诉你 旧的精华身处也可以买这一套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省了9万 你猜这套多少钱 不知道 5万6千块而已 可以吧 对 我跟你讲 其实大家都是口贤体正直 一直在说客户不好 结果后来买的都买客户 对 很奇怪 而且你看那个杆子 是完全不会影响到后座的承坐 这可厉害 这百分之百不影响 而且就空间还是这么大 是 那我们这个是我刚才已经先把它拉出来了 因为这个要架设 我们节省时间 那这个收起来的话 这一边是跟这个一样的 它都是藏在柜子里面 全部把它放进去 对 所以它是可以这样收缩的 那这一部分呢 这里就可以去买一个便宜简单的卡式炉 卡式 对不对 卡式炉就直接塞瓦斯 然后这边 然后这个是挡风板 你在外面烹调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 不会受风 对 不会把瓦斯吹起 好可爱 然后这个是一个小水槽 小水槽它是折叠型的 把它折出来就可以放这里 这很酷 对 那这个水槽呢 因为水槽当然要有水龙头 对 他们附了一个这个 这个水龙头 有听到声音吗 充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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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不用去背一个什么发电机就对了 不用不用不用 而且它这个可以用很久 所以你一天是觉得用不完 无需担心 然后它给你一个水管 底下可以干嘛 就可以放一桶 一加伦的那个水桶 对 对 就是去装干净的水 然后你那个水管伸进去 你要洗东西洗菜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这边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机关 可以让你放垃圾袋 直接丢 对 这里正好挂一个垃圾袋 对 对 这也是很便利 所以大家如果要出去露营的时候 不要把垃圾丢在那个 绝对不可以 现场 绝对不可以 对不对 我们要有功德心 安护地球 然后在那边 来 我来示范一下 这边它的抽屉 它这里就是一个很大的储藏空间 有没有 好大 有没有 拉出来也是这么大 这里可以放很多 所以就算你没有露营 你平常真的要储藏一些东西的话 这里空间还是很够的 对 超棒的 而且有条不问的 然后你的车子很干净 对 可以放很多东西 然后不只是这样 这底下还有一个桌板 天啊 我才说它是白宝箱吗 白宝箱 这个可以当桌子对不对 这可以当桌子 你可以直接放在这边 就是你风调碗 对啊 我有一些料理的材料 直接在这里吃 然后在这边炒 对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做料理什么的 好有意境 是不是就非常的方便 这样的话你会就觉得说 这个很有整体感 对 然后呢你又一致性 然后就这样子 这个我们台湾自己设计了 没错 不见得就要露营 我如果只是出来钓钓鱼啊什么的 我这个一拉 我就可以直接烹饪 可以吃东西 我说万一野餐什么的 是不是都非常的方便 对 你又不用带那个露营的帐篷 对啊 省据一些空间 然后你看像把这个车尾打开之后 它还可以当成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还可以遮风避雨对不对 对 那你看它这个车顶也有行李箱 我顺势也有行李架 我顺势还可以拉个车边杖 那是不是更舒服 超棒的 对不对 车边杖收起来就一小袋 我们之前都有讲过 所以你就直接在这边一搭 然后拉个车边杖 然后 是不是舒舒服服了 你要碰热有了 要坐着聊天 要吃东西 对 都有了 晚上你就跑上去睡觉 对 而且罗哥你看 你刚刚说是专门针对这个车型开发 所以你看它芭芭芭 没有那种说 你只是去买套件 然后放上去 不见得适合你的车子 对不对 而它完全的密合 不会起起口口 不会晃来晃去 对 那如果我买八十几万的 然后又客户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这个 也是一百万以内有找 它的顶级款 就八十二万五 对不对 而且是顶级的旗舰 八十二万五再加上这个 五万六而已 对不对 加上这样子才 连九十万都不到 还1.5欧轮 对对对 因为省税金 是不是 所以你在市面上 你看它这样子的 光是看规格配备 哪一台修理车拼得过它 对打不赢 所以这台车的出现 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惊讶 下巴都快掉下来 对对 本来是一个 就是一般都只是这个 自营商商用的 然后你勉强 可以来当家用 两用这样子的概念 结果没想到 它现在变成 这个功能最强的一台 真的修理车 价格又最划算 是 这个价钱你只能买小的 cross over 对 是不是 对 空间又够大 对啊 这空间又超大 所以我觉得 真的要聪明 精打细算 这一台车现在变成 非常热门的选择 是 市场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对于消费者来说 都是好事 但是如果你刚才看到了 我们带大家看到 五人座的应用 以及七人座的应用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 多人承载的 七人座的车型的话 当然会看向市场 百万之内 以这样的相同价格 你可能买到的是 Toyota的Sienta 那到底呢 这两款车应该要 怎么样选择 它们的差异性又在哪里呢 好 那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介绍过 这个国产七人座的选择 百万内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台 是UAS 不过UAS它起手价 已经到99.8万了 那基本上就100万的门槛 那跟我们这次主角 Linger大家看 Linger起手价是80.9万 所以一来一往 你看光是这入门价格 就差了20万 那真的比较接近的话 还是在于Sienta 那Sienta它是NPV的车格 那我刚才也介绍过 Sienta它的基础 来自于Yaris 旧款的Yaris 所以它是一台小型车 因此纵使它车长 比Yaris长一些 但是大家不要忘 它车身尺寸是比较窄的 所以我们在买Sienta 都除了我们很在意 说这个西部空间之外 有时候横向空间很重要 那之后Linger就展现 它的优势 它的横向空间 真的比较宽敞一些 再加上它也是 好像是挑高的设计 所以头部空间 也会比较开阔一些 那另外回到 你看我表格上面 列的这层层尺码之外 还有动力 动力也是很大很大的差别 我相信大家都介绍 那么多知道Linger 就是1.5升的涡轮 再加上DF8速的自排 那我们来看数字 其实在扭力部分 跟马力也都是明显的 赢过Sienta 除此之外 我之前有跟大家聊过 我们来看它的输出的峰值 那Zinger它扭力是26.4的 公斤米 它其实在1500转 就可以完全释放出来 一路延续到4000转 那Sienta扭力不仅比较小 只有17.5公斤米之外 它输出的峰值的 时机点要在4000转 大家回想一下 你平常开车 有多少的机会踩到4000转 应该是没有 对不对 所以其实1500转 就可以展现出26.4公斤米的 代表着你红绿灯一起步 基本上在多数开车情况之下 都有26.4公斤米的扭力 让你去驱车 那这就代表你平常开车 更轻快 更轻盈 超车 爬坡等等的 当你要买在 满站七人座 或者载很多货物的时候 你开起来都更轻盈 更轻快 所以这非常大重点 也代表其实 也完全体现展现了 所谓小排量涡轮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相较于自然进气 那另外当然就是所谓的 在这个 加车辅助安全系统的这一块 我们刚才介绍过很多 这另一个就是Level 2的 一个系统的存在 当然最入门的 80.9万 80.9万这部分是没有的 所以我会建议 直接从中阶款 86.5万开始 那它相对起来 相较入门款 它多了5.6万 但是光是Level 2这个东西 就非常非常值得 跟比如说来做什么 P-Less 恒温空调 然后刚介绍的 这9寸多媒体 可以无限的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所以你怎么看 老实讲 除非你真的非常非常 想要撤滑门 但我猜应该不多 不然光是一个 有一个所谓中阶款 开始标配 这Level 2下集中